转眼阶,NBA修赛期已经过去一大半,各队的演员工作也都接近尾声,运作比较出色的比如勇士,他们不光留下杜兰特,还签下考心思。 火箭虽然失去几位阻力,但是他们搞定了安东尼,还成功送走了安德森,马次和猛龙各取所需,完成了大家求新的互换,胡人则得到了詹姆斯的青睐,一越成为西部的净旅,和有一支球队,他们不光运作的不理想,摆上霍架的几位阻力也无人问津。 这队就是克利夫兰骑士队,在过去的六四九天时间里,他们只完成了一笔小交易,又为勒明克斯没有登陆过NBA的监约一拳,从快船换来了德克尔和瑟布蒂斯的监约一拳,事实上骑士是非常渴望交易的球队,他们队中的多名主力,早已被摆上霍架。 克里斯坦汤普森在过去两年间就没有停职过交易流言,这,二,史密斯在今年二月份就被摆上过货架,今年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后,骑士又开始都受乔治·希尔和凯尔科沃尔,可惜时间一点点留置,并没有球队愿意接手骑士的这几位主力。 对于骑士来说,如果杰姆斯不离队,他们就都有存在的价值,哪怕薪水高也是值得的,毕竟他们在一起连续四年场间总决赛,可如今杰姆斯选择加盟湖人,骑士就只能走重建这条道路。 这些年纪大,薪水又高的老将,既不利于球队的发展,也会阻碍年轻球员的成长。 特里斯坦汤普森在二零一,五年和骑士签下五年八千二百万美元的合同,接下来两年他的年薪,都会超过一千七百万美元,上赛季。 特里斯坦场均只有五点八分,六点六个篮板的数据,这,二,史密斯整个赛季都处在迷失的状态。 尤其是季后赛,这,二,史密斯完全丢掉了投篮技能包,投篮命中率不足百分之三十五,三分球命中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哟。 更关键的是,随着年龄的增大,他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差,更更关键的是,他接下来的两年年薪都超过一千四百万美元,希尔是骑士上赛季引进的心源。 他的表现虽然不复当年,但也没有太水,上赛季,希尔场均能得到十分,二点七个篮板和二点八次助攻,投篮命中率百分之四十六,三分球命中率百分之四十一点五。 不过这样的表现,与他两千万的年薪并不相符。 休赛期,骑士全力兜售希尔,可没有球队愿意接手他还送一年一千九百万美元的合同,住,实际上是两年,但最后一年,只有一百万美元受保障。 此前,又没提报到太阳,正在和骑士讨论乔治的交易,因为太阳现在极度缺乏以后位。 然而,太阳很快就出面澄清,并表示他们对希尔没有兴趣,最后一位科沃尔的交易价值算是最大的。 这位37岁的射手,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竞技状态,上赛季他场是能得到9.2分,能投中2.2G三分球。 这样的表现完全配得上一份750万美元的年薪,如果在十月份之前还无法完成交易的话,那么骑士就只能继续养着这群球员了,重建之路也会被继续推迟。